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 他是1985年所租的 想问一下他的身体事业还有婚姻 85年所租的是吧 对 你的儿子不行 你的儿子现在心里有点变态你知道吗 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你知道吗 太对了 晚上不想睡觉 白天不想起来 对 你这个儿子我告诉你啊 心比天高 想得很多 太对了 那他今后会怎么样 今后你要告诉你这个孩子心里有点变态跟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吵架有关系 你们夫妻两个人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孩子心里有阴影 我讲话听得懂吗 懂 懂 那怎么样才能改变 每天给他念心经 听得懂吗 念多少 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某某某某能够开悟 能够好好学佛 听得懂吗 懂 懂 懂懂 嗯 再问一下我自己一九五九年所租的 五九年所租的是吧 对 你想看什么奖吗 嗯 身体事业 身体事业 你还有什么事业啊 这么大年纪了 做点小生意过去 又可怜又讨嫌 我讲话你不要不开心啊 不可 你这个人的性格又可怜又讨嫌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说你老实呢又惊 说你真的惊了呢 又又又又经常受骗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 对对对 你看你也不用功啊 你这个属猪的懒呢 经常睡觉 哎呦 黑猪啊你是一个 嗯 哎呦 你说这个猪 这个图腾感情运过去年轻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 你很花的 过去有很多人追求你啊 你经常想了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我要了现在这个倒了大霉了 哈哈哈 哎呀这个龙才长也知道的 嘿嘿嘿 太贼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知道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没办法你欠他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好好的把你的腰弄弄好 对 腰不好 腰不好 非常不好 还有肠胃 而且我刚刚看你 你还有胆 胆很早就没了 看见了吗 太对了 哎呦 怎么碰到这种人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想问什么 另外一个小师妹给我的一张纸 她让我帮她问一下 1965年熟舌的 她妈妈现在昏迷不醒 晚期肿瘤 我看一看六五年熟舌的是吧 对 麻烦 已经有人来拉她了 延续时间而已 是啊 嗯 你要叫她 这个小师妹要叫她好好念经的 她不是很精进 她的妈妈 最多拖也三个月 会走掉的 是啊 嗯 你现在除非 她妈妈如果醒的话 要叫她许大怨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能够救活的 很可怜的 嗯 看她妈妈现在 心脏也非常不好 她说她把 她就把呕得来一塌糊涂 嗯 完全 完全生理现象 肠胃就倒流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叫她好好许大怨吧 好的 如果她还有点条件的话 最好叫她放生 好 谢谢师父 嗯 谢谢菩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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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